我看她平时挺细心的 一定能把枣花嫂子 照顾得很好 英子 你没懂我的意思 这照顾吃喝没问题 可是如果给她擦个身子 换个衣服什么的 你觉得方便吗 那倒也是 且不说这些 本来张连长是一片好意 把枣花接回去照顾 可是万一有人传闲话呢 那 让张连长一个大男人 照顾枣花嫂子 确实不太方便 何况 他俩还不是一家人 但就这么把枣花嫂子 一直扔在卫生堆里 那这也不是个事啊 再有几个小时 毛主席就得宣布新中国成立了 你们要真敢把吉普车拆喽 团长就能把你们拆喽 你们可是咱们全团最金贵的主啊 好好吃 吃饱了 长一身的劲 宣布上 对 бо 尽量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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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跟团长说 我不用计 他自己就能来 同志们 英雄团战士刘德顺 和枣花同志的婚礼 现在开始 团长 我要是不去的话 那进了沙漠 那帮牲口离了我哪儿行啊 再说 进了沙漠交给那帮小的 我也不放心啊 人忙给我安全地带回来 你放心吧 刘德顺保证完成任务 还要是不去的 才是不去的 还有个学生 呢 也不过了 绝对我在说 我看就有我 但是我看见了 没梦说 我看见那发电话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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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了很久的事情 那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来 坐下说 坐下说 坐 来 坐嘛 我给你倒点水 来 请放啊 喝点水 慢慢地说 啥事 您信任我吗 瞧你说什么来着 咱们是生死兄弟 我能不信任你吗 你怎么了 我想把早花姐回家 你是说 你想把早花借到你那儿去 对 我想把早花借到我家 为什么 我听大夫说了 像早花这种情况 需要有人不停地给她唱歌 跟她说话 所以我想把早花借到我家 我来给她唱歌 我来跟她说话 雲芳 你是因为旧人才跳下水去 早花也一样 我跟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是 其实谁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 关于 照顾早花的事情呢 团里面会有安排 我认为啊 你的心理压力太大了 团长 说出大天前 这事是因我而起的 早花是因为救我 才会变成植物人的 这是我张远发的责任 和义务 我就应该要照顾她一辈子 你想啊 照顾早花 你可以去卫生队吗 没必要非要把她接她家里去吗 我明白 这几天我天天去卫生队 很多事情我都看在眼里 卫生队的护士人手实在太少了 他们根本就照顾不过来 团里这些战友 还有他们的家属 都轮着弯着去照顾她 可是您想想 他们也有自己的家 也有自己的工作呀 我不愿意连累团里其他人 早花不是没有亲人吗 就让我来扮演她的亲人吧 像亲人一样的去照顾她 您觉得在团里 还有谁比我更合适 做这件事情的 永芳 你的心情呢 我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 你的行为 说实话 让我大心压力钦佩你 可是你想过没有 如果你把早花接到你家去 这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吗 我知道 一辈子 咱们说点别的好吗 你现在是一只客观 照顾自己呢 都挺不方便的 再加上一个早花 今后你咋办呢 还有啊 万一她一辈子信不过来 你想过没有 团长 我现在觉得我这一个胳膊挺好的 两个胳膊能做的事情 我这一个胳膊都能做 根本不需要有人照顾我 我给早花唱歌 她要是一天醒不过来 我就给她唱一天 她要是一年醒不过来 我就给她唱一年 如果她总是醒不过来 我就唱到她醒过来为止 团长 我总觉得这是老天爷的安排 是老天爷给我的一项任务 咱们是军人 这辈子执行过许许多多艰巨的任务 对于老天爷交给我的这项任务 我张远发 一定会用自己的一生去把它完成好 我相信 而且我还相信 你能做到 但是 我作为团长 作为兄弟 我还是希望你 再深重地考虑一下 还有 等着我回来以后 我想把这件事情再跟她商量一下 毕竟这件事情 对你 对整个英雄团案都是一件大事 你明白吗 我明白 谢谢 谢谢团长 这兵发跟我说了几次了 怕想把早官借回家去住 能看到 是啊 咱们现在的卫生条件差 人手少 远发想把早花结婚家去 一心一意地照顾她 我能够理解 可是一个大男人 把一个女人接回家去 这外人会怎么看呢 再说了的确不方便哪 这也是我的顾虑 大家肯定会有议论的 但是我看远发心意已定 一心要把早花结回去给她唱歌 用歌声把她给叫过来 上次卫生队长也跟咱们说了 我觉得这也有科学道理 我支持 既然你都支持了 那行 我也没意见 就这么决定吧 战士他们那位呢 我去做工作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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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迪克明天就要去参军去了 沈腾服呢都说过两次了 咱们就去送行吧 那是得去 热闹一下吗 时间哪过得真快啊 沙迪克都参军了 是啊 这沙迪克在我眼里 还是个孩子呢 可不嘛 这小子成天缠着沈腾服啊 要参军 沈腾服把这孩子都惯坏了 你瞧瞧人家是怎么当爹的 就你像个雷公似的 动不动就发火 还发号施令呢 孩子们见到你 就像老鼠见到猫似的 有吗 我觉得我自己挺轻和的 要说厉害的话 你比我厉害 你是不是还跟我动手呢 我跟你说 上次张连长唱歌 枣花那眼皮一下一下都动 我觉得 他有反应 话说到这儿呢 有件事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你能不能跟你那些姐妹 好好说说 让张连长啊 把枣花接回家出去 张远发 他一大老爷们 他接什么接 要接也是我们姐妹们的事啊 你怎么那么迟钝呢 这个意思还不明白吗 他为什么要接回去 是想照顾枣花一辈子 知道吗 照顾一辈子 那也不能这么草率啊 你答应了 不是 我当然没有权利答应 或者不答应了 不过呢 这件事情 我是不反对的 老李 那我们这么多人 都照顾不过来 你让远发把他接回去 他那一只胳膊 这 这怎么照顾啊 其实说实话 起初这件事情 我也挺犹豫的 可是远发说服我了 他说了 想尽早地 治愈早花 能唤醒他 最好的办法 就是歌声和音乐 那你想想 我们全团上下 谁唱最好 谁唱最好 只有张远发吗 张连长歌唱得好 这不假 可是 这万一枣花 要是真的能恢复过来 你知道人家怎么想的 那就一定找张连长 这也不合适啊 这个呢 远发也对我说了 他说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早花能够醒过来 如果不愿意的话 他没有任何的缘由 他唯一的想法 就想照顾早花一辈子 啥都不读 张远发同志 是准备把早花同志 接回家里去照顾 这件事呢 刚才团长呢 简单地向大家说了一下 我们想听听大家的看法 是啊 那个 不要有顾虑 有啥想法都可以说 团长 我觉得张连长 倒是一片好意 但是男女有别呀 照顾起来也不方便 再说了 我怕有人说闲话 可就这么一直 把早花嫂子 放在卫生队里 那也不是个事啊 星星还那么小 我关于星星的事情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跟文青呢 已经决定了 抚养星星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我倒是觉得 有张连长照顾早花 没什么不好 更何况咱们团里 这么多女同志 都可以帮忙啊 我觉得啊 张连长是个好人 就冲她这段时间 对早花的照顾 一天不落地给她唱歌 谁能做得到呢 她的心啊 就摆在这儿 谁爱说什么 就让她说去吧 找原法照顾早花啊 我一百二十个放心 我觉得这事 没什么问题 只要是对早花嫂子好的 那我也支持 谢谢 在这个之前呢 我跟政委呢 已经商量过了 我们俩意见是同意 和支持的 刚才大伙呢 把自己的想法都说了 基本上是支持的 那这件事 咱们就这么定了 希望这个早花呢 奇迹能够出现 早一天能够醒过来 那边就把他放在那里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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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尸体能够到 你去哪里 你也得记上去吧 记记记 一定要记 解放军给我们办的事情太多了 记也记不完 二天大叔 记什么了 我正在记 儿子 残军的事 啥那个叫你爸爸 你叫我叔叔 这不是乱套了吗 一开始就这么叫 改不了了 二天大叔 团长他们来了 是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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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正伟 你好 你好 可以了 来 来 到那边 我跟你说句话 来 莎里哥 传长叔叔想问问你 你马上去参军了 你说咱们为什么能跳舞啊 因为解放军叔叔来了 我们才有了平静的生活 那你说说 你为什么想参军呢 为了保卫祖国 我看解放军叔叔把敌人 打得落花流水 我看很激动 那你再说说 我们为什么要打仗 为了赶走敌人 我们所以要打仗 说得没错 但你一定要记住 还有一点 咱们是为了和平 为了千千万万的人 能吃上饭 还有 像我们一样 能跳上舞 我明白了 团长叔叔 我们去跳舞吧 我 我就不跳了吧 走吧 走吧 好 快 好 我们来擦个手啊 要把手擦干净 这能擦到吗 知道吗 我小的时候啊 我就特别不愿意洗澡啊 洗脸啊 是不是每个孩子都这样啊 每回都得 我妈妈把我从好远好远的地方 招回来 说 月发 你要回来洗澡了 可是我贪玩啊 说什么我都听不见 必须得揉一揉啊 要不然手会僵的 好 好了 我骑着马儿走遍了天山 来到了这里 看见了美丽的阿娃孤里 天涯海 向右改军 将军看 三爷 叶 叶 天涯同志 队伍及完毕 齐日志 入列 是 三爷 全体都有 叶战 向右转 出发 来 来 咱们每次就喝一小口 来 乖 张个嘴 听话 嘴不张开怎么能吃东西呢 好好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那到你了吧 不疼吧 你知道吗 这湘米粥啊 真不是一般人能喝得着的 来 再来一下 这是团长啊 从乌鲁木齐带回来的 说了别人都不给 连我都没这福分 你说这过学生 平时的嘴 反而起 可做起饭来 还真有一套 这湘米粥味得不错吧 一世爱 据说它里边还放点蜂蜜啊 来 记忆拥有多少黑夜白昼 最美是天长地久 这一身情只有你已足够 这一世爱 这一世爱 一起走到尽头 我未开口 你未远走 就这样守着时光静静 静静静地停留 静静地停留 忍一忍 忍一忍 这男的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你看 你别着急啊 再有五十来天 这革命不就胜利了吗 到时候就是咱们迎接 粮食大风手的时候了 这肚子又没长在你身上 我遭的这份罪 你哪知道 你看 你是我媳妇 我当然知道了 没事啊 没事没事 好 你说这事要男孩儿还生女孩儿 郭伟伍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 你不就是想要小子吗 那这生出来万一是个丫头 那你打算怎么办 你什么怎么办 你这太好办了 你得给我省个小子不就完了吗 你这事你自己设计 他们说这个 蒜儿 辣女 你说你这又爱吃蒜儿呢 又爱吃蒜儿呢 你还爱吃蒜儿呢 这怎么回事啊 那还不都怨你啊 每天变着法子 给我做那么多好吃的 我这要不吃完 可不就浪费了 你这事还比较我呢 哪个我 对了 再跟你说个事啊 我这个让老强看了一眼黄里 说无事一天以后是个好日子 咱就那时候省 要是无事一天以后没什么动静呢 那就再等三天 那爷是个黄豆鸡似的 那爷是个黄豆鸡似的 这种事还是你我说了算呀 你我当然说了不算 他说了算 你好好跟他商量商量 要说你说 你跟他说 你跟他说 我跟他说就我跟他 小兔崽子 我告诉你啊 无事一天以后你就要出来了 要是无事一天以后 你不想出来呢 那就再等三天 三天之后呢 你就必须出来了 老郭 我好像要生了 你别太玩笑 行平 我真的要生了 你要生了 不是 你这什么意思 你庄家都还没这样好呢 你就让我手凉死 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好呢 不行不行 不能手 您让再等等再等等 这这也不是我说了算呀 赶紧送我去卫生队 送我去卫生队啊 送我去卫生队啊 你谁要生了 我娘你 来来来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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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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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叫了半宿了 这怎么还没生出来呢 你 不不出来了 你别想起来 别想起来 我进去了 老郭老郭 人家护士说了 正生着的不让计 咱再等等吧 再说了 你这你能干啥 你能替他生 就是的 你以为女人生个孩子 那么容易啊 再等等啊 对 你当时老母鸡生鸡蛋呢 吐子下就出来了 你不是 你这时间太长了 你这 我学长了 到到到 生了生了 母子平安 男孩还是女孩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什么 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 龙凤胎 是的 好 好 行行行行 行行行 行行行 我能一起去看看吗 现在还不行 还要再稍等一下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 不行啊 行啊 要不就打脱了把了 要不就打双十环 这样跟陈的神枪似了 老婆 请吃饭 我吃饭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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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一个人俩啊 我耍什么来的 我媳婳必须是一块高产天啊 对啊 媳婳 你就是个阳兄弟母亲啊 好好好 好好好 在这个地方 摘一碗棵树 开啃出万亩良田 那啥气势啊 我的大政委呀 我都想好了 等老子死后啊 我就买在这儿 对 我也买在这儿 你必须买在这儿 你陪着我 我做鬼也不能放过你 咱们俩一起 就在这儿 和我们那十一个兄弟在一起 看着这片土地 一天天地发展起来 老李啊 你想过没有 兴许有那么一个地方啊 更适合你 更适合发挥你的作用 我就没发觉 有什么地方适合我的 我就觉得这地方适合我 来 跟你说件事 来 啥事啊 啥事啊 咋啦 那么严肃的 啥事 老李啊 这里是挥洒过你的青春 挥洒过你的热血 这里有你的事业 可是我问你啊 如果现在有人让你 交出你的事业 交给别人去干 你干不干 你瞧 你开什么玩笑啊 不可能 你舍得我还舍不得呢 老李啊 你看啊 咱们在这儿干的事业大 可是你想想 有祖国的事业大吗 咱们在这儿开墾的田地也大 可是和祖国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比起来 有它大吗 不不不 那个 你先停一下啊 咱们今天不是让你做那个政治思想工作 你就别买官司有啥啥直说 好 我听上面说 准备调你到北京去工作 王政司令人亲自点的奖 现在司令人已经到了北京了 这不可能吧 你要我去那儿干吗呀 那我去北京我能做什么呀 那个北京又不需要开荒 再说了 那个我已经习惯这儿了 我不习惯北京的那马路 你看你看你看 你这个孙猴子的脾气又来了不是 咱们祖国的军肯事业就局限在新疆吗 东北西南只要是涉及边疆的地区都有啊 咱们司令员牵的不是就是这个头吗 抗美援朝复原下来的几十万大军 现在都已经参加到军肯的队伍当中来了 咱们国家的军肯事业比咱们想象的大得多 我的同志哥 行了不要说这些大道理 我都懂 但是你想过没有 我家 我老婆孩子全在这儿 你让我去哪儿 我哥儿在这儿呀 你说他们也是的 你得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嘛 不征求意见直接下达命令 不正是咱们司令员的风格吗 难道说命令已经下了 在路上 我听兵团的同志们说 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你回去准备一下吧 我哪儿也不想去 我就想留在我们英雄团 去不去是你的事 可真是命令 可真是命令 君顶如山 你不懂吗 丑尉 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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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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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回来了 玩吧 玩吧 来了 一起玩玩 走 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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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玩吧 好玩 丑 你怎么还不睡呀 还睡了 刚睡着 怎么了 脱离派新任务了 没有 那你怎么好像有心事啊 丑青 有可能我们要去北京工作去 什么意思 调令已经在路上了 是王阵司令员亲自点的将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不知道 这一时半会儿心绪回不来 老力 你可是团长啊 你带领全团几千名官兵 在这扎根干事业 这才刚刚走上正轨 咱们拍屁股走人 那别人怎么看我们呀 我怎么跟大家说啊 我也考虑过这些问题 来 你先坐下 我还真想跟你好好聊聊 你以为我想走啊 你想想我的家在这儿 我的家人在这儿 我的战友们都在这儿 我去那个地方干吗呀 可是我也是没办法 上门下来命令 我看 那个老林的意思啊 是没啥回忍的余地了 那就跟上级反映下情况嘛 不屈不行吗 要能商量就好了 这是司令员亲自下的命令 没商量那余地了 如果真能商量的话 那就不交命令了 不屈不行 要不要走 要你快走 你走 枇杀 我的家人 我就银嘴啊 我如果没那个女孩 大人是哪儿 你还没大人 你就趁mod ж 别帮我 我现在我就帮你们 我把她站起来 你把她 surnom 你舍得让我医院去北京啊 你觉得怎么样合适吗 你合不合适我不管 我是不会跟你去的 我不是为我自己 我是为了亮亮和星星 难道我就没讲过这些 其实我跟你说实话吧 还有一件事情特别让我闹头 你说 我离开新疆去了北京 那个远发和早花该怎么办呢 是啊 你这个也想了 那个也想了 你都想了 就没想过我 你根本就没想过我的感受 你瞅你说的 我怎么能不想你的感受呢 老力 你不是说我是太阳吗 我这太阳光芒就算再小 我也想在这儿发光发亮 好 олот车 你爸 歇会儿吧 现在可歇不住 现在歇了 今天哪来的大风收 哥 眼看麦造就成熟了 真想看到收获的季节啊 团长 你这说了什么话呀 这边庄稼成熟 也就是一转眼的事 你怎么会看不到呢 来 喝点水吧 团长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 王阵司令员要把我调离车 你要调走 去哪儿 去北京去 团长要离开新疆了 团长走了 这英雄团还是英雄团吗 英雄男的身后 不是我李峰一个人挣来的 是所有兄弟拿名换回来的 肯定是我们的主心骨啊 云响了一辈子就扎根在这儿了 你拿了过去吧 没想到 你说这时候找我走 我这心里别扭了 铁打的硬盘流水的兵 咱们当兵的 什么时候走 去哪儿 都由不得自己 妈 那个 调离还没有正式下来 还不知道咋回事呢 我提前告诉你 是想让你无思想准备 好 王司令要是下命令了 这事就是板上钉钉了 没事团长 你不用挂念我们 英雄团不会拖你后腿的 都说离开家会想家 我早就把英雄团 把这片土地 当成我的家了 你说我能不挂念吗 是啊 来是容易去是难 想想 咱们在这儿待了多少年了 咱们刚来的时候 这还是一片沙地 现在咱们把它 变成一片绿洲了 我真的爱这片土地啊 我觉得在这里啊 有使不完的劲儿 你看看 所有的战士 把自己青春 热血 全洒在这片土地上 你说 这时候走 我这心里能舍得吗 你对这片土地的情感 对这里一草一木的情感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 你永远都是我们 英雄团的团长 文青啊 回来了 你先别动 你今天坐着啊 今天我来 来 今天是怎么了 这么勤快 这平时啊 不是忙吗 这不闲下来 其实啊 我应该帮你 多做点家务的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 看你这样 不还真不习惯呢 好 文青啊 有个事呢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啊 妈妈 妈妈 我和妹妹想吃葡萄干 两个小沉猫 去自己拿吧 在茶匠呢 嗯 少吃点啊 嗯 你刚才想说啥 啊 没什么 我有事 那你说 我呀 想到镇上 给孩子们打个成命作 孩子打出生到现在 身上一样像样的东西都没有 给亮亮打一个 星星也打一个 咋样 行啊 想什么呢 一点高兴劲都没有啊 孩子长这么大 你给他置办个什么 高兴的时候就抱一抱 不高兴的时候撒手不管 什么都得我操心 好了 别埋怨了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那个 咱们到镇上去找个师父 行吗 这还差不多 看你这心不在焉的样 说吧 调令下来了 她没呢 那要下来了怎么办 下来就走了 我还是那句话 要走你走 我哪儿也不去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样的啊 如果调令下来呢 我肯定要走的 我想把 欣欣呢 带到北京去 这样了 我想过去给张远发 让他留在新疆 也好 也好照顾一下远发 你说啥 请别着急 听我慢慢地说 亮呢不是个男孩吗 这远发的情况呢 你也知道 现在还行呢 当然了也不是太好 她的年纪呢 也会越来越大的 咱们兵团不是搞生产吗 那肯定需要劳动力对吧 你让调令当劳动力 你别着急嘛 你听我把话 我不听 你听我把话说完 亮亮叫啥呀 力量 力量 我还以为叫别的什么亮呢 说什么呢 力量谁的儿子 当然是我立风的儿子了 是亲生的吗 是不是亲生 你还不知道呢 我问你话呢 那行 我把话呢说清楚 亮亮就是我立风的 亲生儿子 正以为这个 我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想想 远发的胳膊是怎么丢的 是因为我立风丢的 我这条命 还是远发给的呢 远发需要人的照顾 我现在手上能用谁呀 只有亮亮了 你昏了头了吧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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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